大家好 观察者网的新闻 当然这其实是一个老新闻 其因呢 也是因为就某些大悲吧 他们对这个事情呢 做了进一步的一些评论 所以呢 在观察者网也引起了一些讨论 我看知乎这边呢 也重新上了热搜啊 因为这不是第一次上热搜啊 这是第二次 至少我印象中就第二次了 叫做什么呢 多地中小学实行教师退出机制 还说呢 这事儿啊 没有必要恐慌 这个专家吧 说不论从教师队伍 稳定性的角度考虑 还是从这个实际教学管理 需要考虑 大规模轻推教师啊 是这个不可能的 真正退出教师队伍的教师 必然是极少数 这话说的就跟个放屁一样啊 就是那他首先其实在模糊一个概念 就是什么是退出 那有人说的退出 就是说不签劳动合同了 我和你之间没有这个雇佣关系 叫退出 有人说的是把你轻出这个事业编制 因为传统来说 在过去吧 你去这个基础教育里边 他其实教师还是有这个事业编制的 所以呢 一般来说 你是不是编制内的 或者你是不是体制内的 是带有这层意思 如果说你不在这个编制内 你被进行了合同制的改制 那我们一般说这种叫退出 所以叫雷网红这个人呢 我不知道他是谁啊 他其实是在混淆 退出和这个非编制化 去编制化 这种概念 这哥们还是挺阴损的 所以说这是极少数 对吧 好吧 他其实说的极少数 退出教师队伍是指说 你跟我压根就没有劳动合同关系了 事业编关系也没有了 就是我和你之间 你也不要再教书了 他说这部分人 这部分当然是极少数 但是把这个教师实行去 事业编制化 去这个体制内化 这个其实才是我们一般说的退出机制 然后他回顾这新闻 就说去年11月呢 宁波市这边的一些关于幼儿园 中小学的退出机制嘛 说你对未能聘人上岗 考核不合格 违反失德等其他原因的这个人呀 不能胜任教师岗位工作 予以退出 教师退出渠道 包括带岗 转岗 离岗退休 解聘等等 就是说白了吧 就是纯市场化 纯合同制化 说引起很大恐慌嘛 宁波之后又有北京提出 要建立中小学教师退出机制 就是南门北京开刀了 说呢 其实中小学退出机制 几年前就实践 然后巴拉巴拉回顾了一下等等 这个我觉得咱们不用我全都看 看看这个观察之网的评论 最热门的 说正常教职员工有退出机制 领导也要有民主退出机制 否则呢 这个可能会成为穿小鞋 耍特权的好用的工具 为啥呢 就是说谁能退 谁不能退 他其实准备变成了领导一句话 你过去呢 大家都是这个事业编制 领导不能随便开除你 所以那很多人 往坏了说吧 他可以这个模样工 对吧 他可以就是说 失为素餐 但是呢 说现在 我好了说 他可能就说 我有保证 对吧 领导之间过去喷我 领导我觉得你是 你领导错了 你领导是王八蛋 然后呢 我这边呢 可以反过来喷领导 来证明说我是对的 但是现在一旦有合同制 那对吧 那你咱俩就是雇佣关系了 我说你领导 跟你爸爸 跟你爸爸差不多 你的这个合同签不签 掌握在我手里 我说我说不签 对吧 你就不能签了 你这工作饭碗就没了 那所以之后 领导和老师之间的关系呢 必然会形成一个 就是更加不民主的关系 对吧 因为你咱俩是雇佣关系了 尽管钱呢 不是领导 不是这个领导出的 对吧 但是领导确实有权力管你 这就是这种啊 国企养企业 他们这个单位的一个诟病吧 然后说这个工人农民 和万千职业都能实时 失业退出 教师凭啥不能退出 说带哥教师光环 想一劳永逸 拿着国家给的高工资 说实话 这个才说实话 教职员工啊 国家给的工资并不算太高 这是我自己的观点啊 并不算太高 这个拿着国家给的高工资 教学质量呢 却越来越差 挣着外快 该教的不教啊 课外小班才教 这是事实吧 对吧 但是这还是的话 国家严打课外辅导之后啊 其实课上不教课外教 这种现象应该是 已经相对少很多了 说顾问总理十年下岗 教师不能下岗 不想下岗 叫老老实实好好干 对不起公司 对不起孩子 27个彩 14个赞 这个 没什么必要啊 说不反对 有退出机制 但退出标准很重要 如果退出啊 财量权掌握在个别校领导手里呢 其结果很可能是 劣币啊 驱逐良币 这个也是实话 对吧 因为校领导觉得就说 过去管不了你 对吧 现在呢 你滚蛋还是留下来 是我 说了算 那那个以后八戒领导什么的 这是成为必然的 说呀 对于九年义务教育 职高和老少边穷地区的教师 应该保留在体制内 不高以上 特别是一二线城市 应该退出机制 实现人员责入动 就是说 很多这个地儿很穷 对吧 然后呢 教师呢 他这边觉得没有保证 你要那会儿 你再给他搞这种退出机制 拿我去那 我去那干嘛呀 对不对 那跟他不去了 但是一二线城市呢 人才啊 是比较怎么说呢 高待遇 也有很多机会 他因为这种情况下 是一个更市场化的竞争机制 那你当然可以选择这种 说合同制 去编制化 这个有一定道理吧 要说 建议制定政策领导呢 到教育一线工作几年 再来制定政策 这个又是一个老生常谈 对吧 那怎么说呢 你真的去了一线制定几年 待几年 你回来到这儿 说不行 这是肯定的 一般能提定 能提这种政策领导 肯定是这个 从我觉得 从这个一线 至少干过后 新冠经验 这种事还是的话 屁股就像脑袋 你要真干一线干几年 他认为 你叫你跟我一样辛苦 对吧 你要知道我们这个工作不容易 你还跟我们去编制化 对不对 你猫八蛋 他其实就是这个想法 但是呢 还是话 屁股就用脑袋 当你走到高位 比如到教育部 当领导了 你想像更大的盘子 对不对 什么一线不一线的 其实跟他关系也不大了 看看这个知乎的评论 说希望这种改革 能更深入一些 说兵熊 熊一狗 将熊 将怂怂一窝 说很多示威素餐 贡献极少的老教师领导 能不能成为改革的一部分 说以现在啊 年轻老师的卡的标准 我感觉将近一半 45岁以上的教师和领导同步 就是现在这样的 对年轻教师要求非常高 明孝毕业 又得是海外留学的博士 什么的乱八糟 你想像这个 比如任大富 这是我们北京最好的学校之一 中学 基本上很多都是清北的人 他最好 甚至海外留学的 知名学校的博士 我觉得我就想要一个 体面的工作 任大富很好 对吧 虽然他是个中学 是个高中 但是实际上 他的能给你的待遇 是媲美大学 甚至比大学还要好 而且你还有实验编制 对吧 有人还分你房子 这很爽了 名利双收 就是会给大学累一点 但是你想 你符合这个标准的 这些老教师里边 有几个符合 对吧 其实很多人不符合 你知道吗 你就看过去 这种像北京这边的 很多名师 有几个是海外留学经验的 有博士吗 没有 基本上很多事 就是高中初中 所以我觉得东西 什么名师不名师的 跟你学历其实没有关系 这是题外话 不过还是这话确实现在对年轻 这些教师的标准卡的更严 为啥呢 就是因为学历不值钱了 对吧 你发几篇六门 是不是不值钱了 对吧 这话题又扯回来了 就是那天我说 我说有些东西 我觉得就是说没有必要 比如数学 对吧 我觉得学这么难 其实真没必要 所以后来执行政策说 你直接踢到大学里去一起学 出高中学的简单一点 那有人就不乐意 说我跟你说这是培养逻辑 对 这个我认 但问题是培养逻辑方式有很多种 你不一定非得考数学 对不对 还有人就是更扯大了 说你不懂 这就是一种筛选机制 有这种筛选机制 就是帮我们中国筛选出聪明的人才来 大哥 我拿啥筛不行 我筛体育行不行 对吧 我跑步 谁能他们五三米先跑终点 我就认为 这不比你数学弄的好 对不对 全身健体不行吗 非得考数学筛选 数学怎么就那么特殊 对吧 语言筛选行不行 历史筛选行不行 思想频道教育筛选行不行 马列行不行 对吧 毛盖行不行都可以啊 拿什么筛都可以 你别跟我说数学学的好人 对中国的发展更有利 我可真不这么觉得 你现在看就是成功人士 对吧 有几个说是靠数学好的 你除了什么投行那几个 都给你做什么基础大模型 对吧 真的只有极少数 你当马龙是吧 马龙也不一定要需要数学好吧 对吧 马龙数学差的 给我徒手开平方 有几个 我觉得很多人都 拿个计划器公式 一换换就可以了吗 他不提这个 然后呢 就是说啊 这个同样都是筛选 拿啥 拿啥拿啥谁都行 只不过现在你看 优秀青年教师非常多 或者潜在的 潜在的优秀青年教师非常多 OK就卡学历呗 对吧 卡论文呗 对吧 你说真的说能写出好论文了 就能成为好教师吗 也不一定啊 只能说研究方面 研究方面有些优势 对吧 但无所谓嘛 那这么多人呢 都很聪明啊 我都是高学历 都能写论文啊 那我就上一个论文 发的质量好的 对吧 这个这个 引用因子的指数 用的非常 引用这个 次数非常多 对吧 各种各种这种 加权非常非常高 唱青藤 腾销毕业 哈佛耶鲁最好 对不对 就卷嘛 卷嘛 你说孩子这话 卷那有意义吗 没意义 是不是其实一码是 筛选这个东西 有很多方式 他们筛选的标准 包括数学 包括你是不是哈佛耶鲁毕业的 你是不是博士 都是筛选标准 但主要是说筛选这个东西 它的这个性价比高不高 那么它是不是有不可踢代性 我觉得这才是主要的 我说这些改革 只对年轻人下手 不动老年人利益 这是一种 这是一种不公平的做法 也是一种不明智的做法 它比反了社会公平 和社会正义的原则 年轻人是社会未来 对吧 反正是吹年轻人 这就是仗着这个知乎 现在来讲都是中青年 这个论坛 对吧 有老头上知乎给你喷吗 对吧 他没有话语权 当然这个观点 我说一视同仁 对吧 你不能搞这种特性对待 说只拿年轻人开刀 对吧 这也是实话 我觉得老年人 包括这个 对吧 这种政策的人 你自己也应该进入到这个规则里头 不是你给别人支撑政策 你老给别人支撑政策 他们就是 是吧 我这个不公平 不公平 好吧 还有一个小新闻 可以顺便说一下 三月三月一日起 外墙 外墙面层均计入建筑面积 意味着啥 对吧 就说白了吧 什么建筑建筑计住面积 就是说公摊面积里头 加上外墙了 过去你这外墙 这层不包含在这个面积里头 对不对 你现在买房什么之类的 不不就平米数吗 把连外墙加上去了 外墙层保暖层什么的都加上去了 对吧 咱这公摊面积越来越大 这个 每层的那个公共的走廊什么的 现在全架入到里头啊 看听着房子挺大的吧 你比如买一房 你说80平米 对吧 实际是你说居住面积 一差六十几 对吧 这很常见嘛 公摊面积很大嘛 这是中国特色啊 正儿 而且这个只有中国有啊 外国没有 看评论区啊 你看1577个在说 当我们拿中国和美国比较房地产时候呢 通常要做三个换算 一个是人民币和美元换算 二 平方米和平方英尺的换算 三 有公摊和无公摊的换算 说支持公摊的人 说不天呀 也解释不了 为什么全世界只有中国一个国家有公摊 这个概念 咱们究竟特殊在哪里 还记得这个酸奶小品吗 什么公摊面积 公开贪污面积吗 好吧 评论区关了啊 顾美不敢说 2000多赞 说在这个题目的208个问题下面 都包含了一个博大精神的中文词 公摊 所有回答中啊 却都没有提及一个长达十年的天门 说为什么香港在十年前 203年取消公摊面积之后 东方大国内陆 就是咱们大陆啊 成了地球上唯一一个存在公摊的国家 阿耶克说 在我们竭尽全力自觉的 根据一些崇高的理想 缔造我们的未来时 我们实际上却在不知不觉的 创造与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 截然相反的结果 人类还能想要出比这更大的悲剧吗 楼下保安则说 昨天有个房产中介 带客户来小区看房 客户呢 是一个还不错的80后90后 看了好几草房之后啊 一直对中介抱怨说采光不好 最后中介终于怒了 说你早上天不亮 就要出门挣房贷 晚上晚上摸黑才回家 要什么采光 告诉我 你要什么采光 中介非常愤怒啊 有用吗 你用着吗 我房都卖不出去了 好吧 评论区说 是他们我要采光吗 是他们房子需要采光 是保家阿姨需要采光 太阳照在背入上 会留下阳光的气息 当然房间内部同样 没有公道的房子 实其中对人不好 这也是实话 对吧 长期没有阳光 他就是各种自称细菌啊 什么的 这也是实话 我一直哭 哭我没有鞋子穿 但不耐烦了 说还有人没有脚 就别烂嘛 我同事对这个规范 做了一个吸引的吸引的角度 他说 外墙面积 建筑面积后啊 外墙的维修 不再归属于公共机关 而属于个人 不极端的 不极端的例子 就是外墙强体老化 以后有个人承担费用 说极端的 房子被导弹炸了 国家不赔了 都是你自己房子嘛 对吧 跟我国家毛生啊 是吧 好吧 挺好意思啊 嗯 行吧 今天俩新闻说了 喜欢的话 欢迎点赞 收藏 订阅 点小铃铛 谢谢大家